不好意思,手机没电 你能不导弹吗? 没办法了,老婆不在家,我得带着这个东西 实际上,你别看她跟我很亲 我老婆一回来,她就叛逃了 对她来说,我就是那种备胎性质的 我有一个夜市摊位,晚上要去卖衣服 我妻子她们回来通常比较晚,大概在十点半,甚至十一点 因为夜市到我家还有六公里吧 所以她们回来比较晚 那我平常没事,我就得陪着猴子 要不小女儿睡觉,她应该要上学了 小女儿睡觉,不能影响她 所以猴子一般,我回来以后她都是陪着我 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文贵爆料这个时候 现在对她的评判,出现在认知上的分歧 两极分化相当大 有一些人,我知道的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比较反感了 原因很简单,她们把它定位成一个国安系统的白手套 甚至是代持的国安资金 所以她们就把它定位成一个外逃的贪官 哪怕她并不是我们所,通常认知上的那种官员 是吧,有级别 曾经公开过身份之类的,没有 就是一种猜疑 那么这些人反她很正常 因为她们反共,反倒几乎有一种偏执 对谁都是英年那种抓特务的模样 这也没办法,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我们也惹不起 那么,现在反她的人中间有很多人本来是支持她的 为什么现在反对她? 因为她说了很多过头话 她为什么要说很多过头话? 她不知道说的不好吗?她知道 但是她还是说,这是政策学 你理解不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她的问题 我相信她今后还会说一些过头话 这很正常 你要在她的那个位置上,你也会这样做 甚至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像她们勇敢 自从王玄册以后,没有一个中国人 能够以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智慧,个人的勇气 一人战一国,历史上没有第二 王玄册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她 有些人为了诋毁她,甚至把一些国外的一些模板来往她身上套 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谈的是中文 中文社区里面谈的中国问题 就是外籍身份,你也是 混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来关心中国问题 包括郭文贵门,按她自己的说法 她有七八个口罩 是吧,甚至十一本口罩 我记得她视频里都说过 她自己宣布的也是一个阿布扎比的口罩 就是阿联酋下属的一个小国 她还带了一个头巾 穿了一身白袍 一不六身,以为她也娶了四个老婆 人家保命 选择一些策略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她为了震慑一些对象 夸大了一些事 甚至张冠理大了一些事情 你不能都说她是骗子 都说她是催泪 她有一些事情是有目的的 她可能把孙政才身上的事 按照胡春华身上 这很正常 她离中国有一万多人 她怎么样来对中国政治权喊话 这是她的策略 你不是她,我也不是她 不要老去想这些对你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应该学学杨洁丽博士 虽然我不认可她的这个 边疆独立,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但是我也可以承受这种 最终事情联邦制的这么一种设想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商量 那么她出现了一个 好像是她内部的一个讲话 我也是听一个朋友转述的 没有看过她正面的一个谈话 就是说,无论郭文贵 现在说什么做什么 哪怕我因为支持她 受到了再大的误解 我也必须支持她 因为郭文贵的爆料 对中国民主的推进 对中国社会的进步 是有益处的 这个私人谈话 我是经过朋友转述的 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觉得这个思想是对的 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 你可以得打偏 程序正义,实施正义 又在这个上面来绕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中国政治不能用普通的 这个政治学上的逻辑来套 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更类似于王朝政治的一个产物 它跟西方所谓的民族 你不管是直接民族也好 代理是民族也好 区别的相当大 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套不过来 你在美国获得政治学的博士 你在英国深造 你甚至研究过古罗马 研究过希腊城邦史 对解决中国问题有用吗 没有用 中国大多数人 可能上的学比我还少 我正经的就只有一份初中文凭 高二的时候我打架 参与打枪架 比较激愤 被学校劝退了 然后参加工作以后 我参加的成人高考 我的后科本上登记的是大学 但其实我并没有进过任何 一个大学去进行正规的成长 那么我的文凭也就是初中 可能我们这个国家 像我这样的学历 或者比我高一点点高中 这是最多的 比我们差的 也有 甚至也不少 民主的前提是要有一批理智自私的公民 我们现在既不理智 支持到有一点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你要建立民主 你不是胡承担 梦想一步到位民主 要求主张正义 在中国实现这个实现那个 有一个过程不用急 急也没用 郭文贵从爆料开始 你不管他采取了什么政策 什么对策 什么策略 什么方案 你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两点 第一 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 可能由于他个人性格的问题 也可能由于他 整个操作过程中间 团队的更迭太快 所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团队配合他 完全就是个草苔干的 第二 他的压力相当大 作为一个旁观者 因为我不了解 完全的情况 对吧 资讯不可能那么透明 再加上 我在老国 你美国也是一万多公里 对吧 我们不可能搞得很清楚 但是他现在问题很大 他一直可以选择的道路 只有三条 第一条是通过班农 杨建利 这种方式 在美国 能够定居 能够获得保护 唉 这条路呢 很难走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 因为理念的问题 跟他们落败了 或者跟他们其中之一落败了 这很正常 因为他要的跟别人要的不一样 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 他通过所有现行的这个 起诉他的这些案件 包括因为他的谈话 因为他的指控 因为他的洗露笑骂 导致的这些案件 来扩散他 在美国的影响 唤起 关注 能够让一些 崇尚民主的人 支持他 留在美国 这是第二条路 因为第一条路 他只涉及到班农和杨建利所熟悉的国会议员 第二条路能够获得舆论的知识 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 最起码对他有一个认知 所以他逐渐逐渐从一个保命保钱 这个营救家人 这么一个简单的 口号 转变为 改变中国 转变为一个政治家 他从刚开始出现在银屏上的这种青丝 到现在 他这种演变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但是第三条路 可能是他唯一能走通的路 是什么呢 是情报呼召 他因为为美军 或者是为美国情报机关提供 可以摧毁美国国家敌人的情报 而获取居留权 这应该是他最终极有可能被迫选择的道路 原因很简单 他在美国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和解 但是有一类案件它和解不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洗钱案 洗钱案它是和解不了的 对吧 这是一个国家诉讼 那现在造成一些问题了 什么人会逼他呢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方面都在逼他 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共的压力 甚至也有来自于他前合伙人 或者说未来预备顶替他位置的这些基金的合作者 甚至潜在的还没有进入基金的合作者 因为他本质上 他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基金运作的这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内 天翻地覆的改变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风险 这毕竟是他要面对的 他也不会跟我们说 他就是说 你也不可能信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一嘴是谎言 他是个骗子 那我就问你 你到他那个位置上 别说骗子 你能站着不跪 就很不容易了 我不想跟人家谈什么 我心中仅有的正义 我要打极片 或者我要做什么 不存在这些问题 每一个人 在你一生中 在你觉得应该做的时候 你做了你自己想做的事 这就足够了 郭文贵这个现象 看到他的全景呢 应该不是他本人 应该是一些观察家 一些政论家 他们可能看到了 但是不一定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需要点击率 他们需要关注 他们甚至需要政治正确 你不管是站在中共这个角度上 还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上 你站在哪个角度上 你都得为自己服务的利益 为自己的集团服务 这是很正常的 你就像我们说的一个企业 是吧 明镜 我们不谈陈小平 我们就谈谈称谈谈和平 尤其是和平 大家都误以为他是明镜的老板 他会主导明镜的一些动作 其实不是 明镜首先是一个企业 它要活着 而且他要在美国活 在中国这种企业根本就没有 即便有开不赖老天 人也给你抓完了 对吧 很多人要指责他 说明镜招起目数的 你有必要指责他吗 一个企业 他要长大 他要在行业内去争第一 他要获取名声 最终的目的 他还是要获取利益 有很多人老是在讲 要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 要做一个公正的 政治的 有良知的 有良心的 这个媒体人 今天我看到一个笑话 中国最大的媒体人 在监狱 就是那些服刑人 他为了减刑 为了要加分 这帮人政府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甚至跟习近平一般讲 因为主管意识形态的 就足够 来管理他们 来指挥他们 来让他们做啥 所以他们人数很庞大 但是因为阵风换戒 他们的领导也换了 而且就算是有领导也是多头领导 他们的领导意见并不同意 打王七三的时候 可能有人在看笑话 打梦念初的时候 看笑话的就更多了 因为这孩子本来就喜欢到笑话 我不知道他在兴奋活方面 有什么可取之处 可圈可点的 七十岁的人还能报纲 还能走后门 这挺不错的 我现在五三 等我到七十了 我可能做不到 现在都很难了 原因很简单 你体力根本就跟不上 他出的笑话 我知道有一例 就是前几年他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精神病患者 或者说是对社会仇视反感 厌世的这些人 他想去杀人 大人他杀不了 他也没这胆 怎么办 他跑到幼儿园 跑到学校去砍这些小孩子 砍死一个是一个 杀一个个本杀两个转一个 他就抱着这个思想去的 去了以后 这些案件出现了 孟念初作为公安部部长 他亲自去现场 他亲自去现场视察 也发出了一些指令 最后宣称 我们要加强打击的力度 要打击到犯罪分子 不敢对孩子下手 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个笑话 我以为是个断子 或者说我把它当成一个断子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个人都知道 名不畏死 赖何以死拒之 人家砍完人 就准备上刑场 或者直接被你打死了 你还怎么打击他 你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手段 能更加 严重的威胁到他的生命权 他已经放弃生命了 他枕上绝落了 你有什么可以吓走他的 猪脸九族 你知道谁做这个事吗 你不知道 那你威胁谁呢 你能制定法律吗 猪脸九族吗 不可能 现代社会 你做不到这一点 做不到这一点 你就不能像潜在的凶手 去发出明确的威胁 那么你有什么手段 很多威胁 犯罪分子 不像孩子下手 不去砍死两个孩子 你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公安部部长 他和了主管这八位 没什么人看得起他 因为这种人他没有东西 他不像高球 高球最起码还踢得一脚好球 是不是 你像蔡金 是吧 严松 人家都是大叔家 人家自写的好 人家有文才 你就 我们说那个岳王表面前 跪的那个秦桧 那人家文字工底比你差吗 人家当宰相的人比你差吗 你能够不找你的当保 说出话来就让人笑 所以打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非常开心 尤其是那种什么1008这种 涉及到情色纠纷的 更让人开心 很简单 因为这些明星高高在上 我们攀不上 你别说抱他跟王西山睡觉 你说他跟西立哥睡觉 只要你说出来有人敢说我们都会拍巴掌 为什么呢 开心 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白开心 因为我们是老百姓 这个东西他跟我们的生活 不相关 你说他偷国库 偷国库的多了 王岐山算个屁啊 别说王岐山 偷国库第一个偷的是谁 是邓朴方 对不对 因为他在文革中 你不管是摔下去的也好 跳下去的也好 他从楼上跳下去以后 发现两腿已经断了 接不上了 终生他都要做轮椅 为了弥补 他不能当官的 这么一个遗憾 所以当时的邓小平开动老金 给他搞了一个残年 为了启动这个残年 当时执政的老人 还专门推出了一个 深残至尖的典范 叫张海迪 除了全民学了一封以后 没有任何一次活动 像学习张海迪 深残至尖一样 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给他提字 你们可以查一查之类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在为邓普方造势 残疾人们也要为社会做动机 榜样竖起来了 大公子便堂而皇之地搞了抗华公司 然后大抗华小抗华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余政森 政协主席 他就是抗华的总经理 还有呢 还有一个出点名的是李庄案 薄一波打黑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律师 来自于北京 他叫李庄 这个律师引起了很多故事 到现在还在流传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康华的法律部 他的负责人是薄一薄的害 就这么简单 中国历史是有严格的 任何一个朝代 都会形成一些新的权威 他们会形成各个三头 郭文贵现在这个爆料摧毁的 就是中央的统治大义民分 让各个三头死灰复燃 有获得全国性的权利 或者是地方自治的野心 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份 极有可能 取而代之的 这么一条路径 郭文贵爆料他有他的正义性 他对中国社会的民主 进步 有绝对的推动 现在去指责他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一个现象 郭文贵在爆料之处就提出过 他为他的工人 为他的企业负责 我记得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是很早的事情 也是有听众质疑 他的回复中间有过这么一段 这是前期的事 不用把他抬到一个多大的政治公众上 他随时有可能勾兑走人 后期因为政治上的需求 他不得不考虑 他要转型为政治领导人 反对党领导人 所以才会出现更加激烈的争论 这些争论 来自于 背后应该支持他的 就住在美国的这帮人 整场上岁数最小 他说了一句实话 你不能抢我们的范围 其实人家根本不想抢你范围 人家打的民主派 政治改良 政治改革 甚至 改变中国 打的这些口号 他还是要保住自己 甚至他随时有可能都会勾兑成功以后 他就撤了 他不一定是回中国 天下之大何处不乱去 他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说是要中国 让民主要自由 推翻独裁以后你们会打内战 你们还会 互相之间还会暗杀 还会亲你一遍 中国不会一步到外进入民主的 你们还是会进行铁外的统治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出来 你们两个人有这种希望 我告诉你真正能获得中国 变革以后政权的 应该还是现在的龙江大力 跟民国之处没有任何区别 民主是有过程的 宣扬民主的最多是个幕僚 你能做的是什么 你能做的是回到中国的各个省 或者是在中央 形成的新的议会里面 你们利用你们在国外 跟各个势力 你的人脉 来帮新主见的政府去进行幕后的游说 沟通 说白了就是两个字 勾兑 别的事干不了 你们能写出宪法来吗 你们能主管金融吗 就算再政治的 这些经过高等教育 走出校门 投身于民主革命的人 你们除了坐牢 就是颠沛流离 你们的知识已经固化 你们不是专业领域内的精英 你们管理不好一个国家 你们现在连一个 有全国性威望的反对派 你们都组建不了 你们未来的路会很长 就算明天中国变革 你们想主导中央政权的可能性 是绝对没有的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中国哪天民主呢 你们的吃饭都成问题 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追求民主追求自由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 愿意推翻这个专制制度的人 这是我们愿意的这种付出 你不管是思想上也好 行动上也好 做了一些启蒙的工作也好 甚至搞兵变搞民运也好 都可以 这是你自愿去做的 没有人求着你 也没有十三亿人十二亿人 甚至什么三亿人两亿人 给你写过委托书 委托你去带领中国人民革命 对吧 你们担心什么呢 不就是现在资助比较少 钱不够分嘛 你们自己又挣不着钱 怎么办呢 从郭文贵那边骗点钱你们骗不到 就他那个性格 别说你闹革命了 你就是跟他经商做伙伴 想预先得到他的经济自主 都很难 他这种性格的人 你们以前可能没有打过交道 所以你们不了解他的套路 有一个 形容这个 朝鲜战争的说法 应该是电视剧《亮剑》里面说过的 我有这个印象 叫什么呢 共产党这一面 用打国民党的方式去打美国人 美国人不适应 我们也不适应 原因很简单 人不对 这个套路里用不上 有几个人知道这个 没有拿到钱以后 回来再拼命的找理由 虚报一些出现的问题 甚至可能根本都没接触过 没有深谈过 就开始猜测一些问题 把这些什么特务论啊 这些东西都翻出来 有用吗 为失败找借口是没有用的 你只能分析失败的原因 你才能找到今后的路 你们现在实际上就是混吃等死 干事的以后我承认 我不敢说都没干事 问题是看疗效 对吧 我们不听广告看疗效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三十年了 你要从西大民主墙开始 那就更远了 是不是 说实话 这一年来 郭文贵做的比你们做的影响要大得多 他对中共目前的统治的威胁 比你们也要大得多 虽然他采取了一些 不太切合时宜的方针政策 因为他没有一个很良好的计划 而且随着后期变化太大 你从他视频里面 你都能听出他的假笑来 那种干笑 我觉得是个中国人就能分得清 那就很不正常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他不像你们 他没有退路 你要走到他这一步 直接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权 你也没有退路 一千多年以来 除了王玄策 我没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过 你还认为他不够勇敢 你还认为他只是一个骗子 有意义吗 所以我的态度很简单 他做的这些工作 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方针策略 哪怕他犯的错误 你不要去管他 因为跟你没关系 他做到的对中共的这种摧毁 这种效果你是做不到的 指责他的时候 你尽量考虑一下 你一个人的把他打死了 你能替代他吗 你配了 谢谢 谢谢大家